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副社長Nikki 那今天要介紹的主題十分的特別 也是頻道第一次推薦的 VO影集作品 沒錯 他就是近期在國外爆紅到台灣的 戀愛休克 戀愛休克是一部英國的同性戀愛影集 那是於2022年的4月22號 在Netflix上面首播 改編是愛麗絲梅歐斯曼的網路同名漫畫 是以LGBTQ為主軸描寫的 校園青春戀愛故事 而這個特別又可愛的故事 加上拍攝的手法 讓他在短短兩天內 就衝到Netflix上面 影集排行榜的第七名 甚至也曾在國外的爛番茄網站 獲得了百分之百的新鮮度 是一個看完會令人行思 並且覺得很溫暖的作品 重點是主角兩人都是英國的小鮮肉 互動超級可愛而且不尷尬 今天影片會分成三個部分來跟大家做介紹 第一個部分是戀愛休克的劇情介紹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關於漫畫連載的背景 最後也會統整出幾個看點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們也是喜歡這類型的作品的小豆腐 那就記得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也不要忘了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才不會錯過任何的必有新資訊喔 還有也可以一併的追蹤我的IG帳號 那邊也會分享一些我的生活點滴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一併的追蹤起來囉 戀愛休克的劇情內容講述 查理是一名在學校公開出櫃的男孩 卻也因為這樣子的身份 很不斷的遭受到同學們的欺負 那也就在這個新學期的分組的時候 他認識了一位號稱是甘野球王子的學長尼克 那尼克在校園中是人緣極好的角色 個性兩人是完全的截然不同卻也越靠越近 幾乎成為無話不說的好兄弟 而在這樣的相處之下 查理也逐漸的意識到自己對尼克 可能感情不是那麼一般的 另外一個也本以為自己是直男的尼克 也隨著故事的推進 一邊摸索了自己的感情還有性相 兩人最終也決定在一起 然後陪伴彼此 然後克服未來同性之間的愛情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戀愛休克》《Hotstopper》 原作的漫畫是起源於2016年 當時的作者在平台上 連載戀戀愛休克的漫畫的時候 由於深受讀者的好評 所以他就自己決定要自費出版一二章的內容 作者也發起了募資的專案 短短的兩個小時之內 就籌到了目標的金額 可見這部作品有多受到大家的喜愛 原文實體漫畫總共有五集 第五集的最終回預計在明年 就是2023年的年初出版 看到這邊的小豆腐應該會非常的擔心 就是完蛋了 自己英文不好怎麼辦 自己完全看不懂 但沒關係 台灣的櫻木工作室也有代理出版這部作品 目前台版已經出到第二集了 我們的Blue Lady上面的官網也可以買得到 這部漫畫幾乎可以說是教科書等級的劇情 主角查理雖然面對同學們的騷擾之下 就是也產生了對於性向啊 然後或是對於自己的不肯定 然後或是自我懷疑 但是他的家人跟朋友呢 卻十分的支持他 而另一位主角呢 尼克向媽媽坦承了 他跟另外一位男生 兩人之間的關係的時候呢 媽媽也立即就是給他一個擁抱 就說謝謝你 跟我說這件事情 我知道這是很難說出口的 我想戀愛休克呢 一定也是想要表達 即便呢世界上有很醜惡 然後有很不公平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還是會有很愛你的人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接納真正的自己 不要害怕青少年時期 去面對各種的挑戰 可能那時候就是心智還不成熟 所以小時候呢 總是會覺得自己跟別人格格不入啊 或是不同的時候呢 是一個不但好說出口的事情 但是其實實際上 在現在這個社會上 越來越多人可以包容理解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呢 可能也是我們這個社會上面的一個進步 那也因為漫畫跟影集呢 都有看過 這邊呢 也可以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影集跟漫畫不同的之處 還有值得呢 推薦大家去看這部影集作品的原因 第一 探討議題多元貼近現實生活 如果有看過原作漫畫的人的話呢 你在看影集的時候 應該會發現 在影集當中 經常泡在一起的四人幫呢 其實是在漫畫中沒有出現的 漫畫呢 主要都是在講述查理 還有尼克之間的愛情故事 而影集呢 也為了要貼近校園生活 增添就是議題感呢 所以有大大增加了 陶還有愛兒的戲份 那我覺得呢 這點改編起來 我自己還蠻能接受 覺得蠻好的 因為相較於主CP的之下呢 我覺得另外一對 這對的CP感情呢 是比較含蓄一點點的 養人之間有一種 小曖昧的那種氛圍 讓觀眾看的時候呢 有一種心癢癢的感覺 那劇中呢 也可以看到 他們經常會使用社群平台恢復 更有那種封鎖啊 然後以堵布回凳 那種貼近現代學生生活的元素 而主角群的六人呢 也剛好就是代表了LGBTQ家的群體 首先呢 是已經公開出櫃 並且確認自己性向的查理 還有相處中呢 忽然驚覺發現自己呢 是雙性戀的尼克 以及他們的跨性別好友愛兒 那最後呢 也有女同志情侶 就是達西還有塔拉 這六人的個性呢 都表現得非常鮮明 然後在看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可能這六個人的身上 都有不一樣可以帶路的地方 或是 嗯 可能他遇到的一些事情 也會有那種心有齊齊焉的一種感觸吧 官方宣布劇照的時候呢 在網路上可以說是 獲得一票的好評 為了還原漫畫中呢 那種青春校園的青澀感 漫畫老師呢 有特別要求是希望 就是由年輕的小鮮肉演員呢 擔任飾演 最後呢也是決定由 喬洛克呢飾演 擁有小酒窩可愛的查理 而吉特康納呢 則是飾演金毛狗狗尼克 是的 看到這兩位角色的圖片的時候呢 是不是覺得 沒有錯 他們就是 Rio 的斯曼南 據說呢 吉特在選角的時候呢 原本設定的是 查理這個角色 但是劇組呢 認為他應該是 更適合尼克 所以呢 就讓兩人就是試著呢 對戲看看 然後發現呢 就是默契基佳 只能說呢 不愧劇組的導演啊 然後還有選角的一些編劇等等的 都是有火眼金睛的那種能力 看過就是上萬份世境帶 玄人真的是非常的有眼光 而劇中呢 飾演艾兒的演員呢 本身真的就是一個跨性別的女性 所以在呈現上面的時候呢 就更貼近原作的設定了 那我覺得這個影集呢 相較於其他的一些 戲劇 然後還有電影呢 有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 就是 他們在後製的時候呢 會把漫畫中的那些 小花花 蝴蝶愛心啊 那種粉紅泡泡給呈現出來 例如小獸就是內心 在小路亂撞的時候呢 或是兩人獨處的時候呢 曖昧的氛圍 增加一些很多的手繪動畫 而今天的手繪動畫呢 其實真正的原有呢 就是來自艾莉絲 在漫畫中原本喔 做的一些花邊塗鴉 劇組呢 也認為這些塗鴉呢 的呈現 可以讓讀者更加的 容易感受到角色們的內心 動畫的後製中呢 加上這些元素的時候 不但不會讓大家覺得很突兀 反而會覺得這部影集呢 更加增添了就是 漫畫中的二次元 還有三次元生活的那種融合感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又有趣 可愛感十足 所以不管是原作的漫畫呢 或是影集 我覺得各自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影集呢 也是改編了 比較是貼近現實生活的感覺 漫畫呢 則是比較兩人世界一點 也就是有著重在親密啊 然後撒夠糧的一些細節上面呈現 因為漫畫嘛 所以有一些就是 現實的生活 是沒有辦法呈現出來的小地方 所以呢 我覺得這兩者的不同之處呢 都各有特色 推薦大家都去看看囉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 戀愛休克推薦介紹了 看完今天的推薦影片呢 相信大家都想要去看看 這堆可愛的小情侶了吧 很多的影片呢 也有說就是戀愛休克呢 顛覆了 遺忘大家對於同志影集的印象 很少看到這樣子 這麼正面的 可以描述自己性向的作品 查理呢 對於自己的性向 坦然接受 並且感到自好 反而是他身邊的尼克呢 去摸索青春期的愛 那也有人說呢 對於那些不確定 或是不敢揭露自己 真實面貌的年輕人來說呢 這部劇呢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等等的 那如果已經有看的人呢 應該也知道 故事呢 只有短短的 就是這幾集 第一季而已 但是不用擔心 官方爸爸呢 有在今年的5月20號的時候呢 宣布 第二季跟第三季年 已經確定會開拍了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後續可以繼續看到 他們青春生活的故事了 那有看過的人呢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心得喔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大家看得開心 也看得喜歡 如果有什麼想要看的主題的話呢 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敲碗許願 最後呢 也不要忘了 要幫我把這部影片呢 按個讚 然後並且分享出去給你喜歡看 BLG 然後還有就是喜歡 BL24元 34元的朋友們喔 還有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是Nikki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